2014年7月26日 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 但在上海的常年国际体操中心 却上演着一场惊心动魄的剧场 40位女孩和几十万粉丝 正在现场的网络上 拨戴着一个决定他们未来一年 下来结果 今天晚上最重要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S&H48一心向前 第一届总选举得票总数 第一位的成员即将揭晓 会是哪位成员登顶S&H48的首届总选举呢 获得第一名的成员 她是来自于7S2的吴哲涵 吴哲涵 天气总选举是四八组合独有的严重盛事 粉丝通过购买唱圈 获得投票权 而得票最高的成员将获得来年 最优质的媒体资源 也就是走红的机会 获得S&H48第一届总选举前三位的成员 都来自S2 这是一支主要由一七声组成的队伍 也就是最早招募的一批成员 通过两年多的集训和表演 这些仅仅十七八岁的姑娘 逐渐都有了自己固定的本质 繁忙的演出 训练 让这些花季少女们 过着与同龄人截然不同的生活 来自深圳的赵家明 是一名在读高中生 学业和事业的双重压力 使他比一般的成员 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真的挺 累的就是来回跑 我到底归宿在哪里 成员们都回家了 我还要去外面上学 学霸的话 其实也不完全是学霸吧 就有时候可能会想松懈的时候 就会看到评论里有说什么 看你好好学习 我也好好学习啊 什么之类的 我也觉得他们已经有这个寄托在这里 因为你这么好 所以我也要努力变好 那如果我不好 那人家也会泄气 所以就是也是激励自己的 我就是要努力变好 我是一个词 我是一个词 的大卫旁边的小助理 来 来 快 I can fly 快走 你这个大阿姨 今天穿得好像一头熊 好像一个老阿姨 黑熊 老阿姨 拍长条型的黑熊 无论在哪儿演出 都会有热情的粉丝 从全国各地感来支持 他们称之为应援 对于FMH48的成员来说 最大的心愿 就是付出艰辛的努力之后 能够见到粉丝热情的反馈 腰伤那段时间 就三个月都没有能 就是来活动了 一点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可能 那时候就觉得比较迷茫 毕竟那时候也是 大家刚开始的时候嘛 刚开始是扎文跟机起步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就已经就有那么长一段时间 空白期 就当时其实还是内心挺不安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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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演出结束 所有的成员 会因应的观众激承 也是感谢 还会定期举办一份服务式的活动 这也是他们被称为 会以面对面的偶像一般的 SNH48的N队 与S队一样 他们也终日 在排练室和舞台之间奔了 我给你看一个超时吃过的生蕉 哇 一醒了就行 What's this 喂 好棒 哇 这边没有网的耶 搞什么 剪刀手躲躲 我操了 我操了 我操了手有法 剪刀手 我没有 观众朋友们 这一天都不知道人说 他多少遍了 你知道 这种智商 真的是有问题的人 我跟他在一个组合 我有多累 你知道吗 观众朋友们 GGG 你喝饭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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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景一 是N队最有人气的成员之一 2014年 逆则日本媒体评选的 中国4000年第一偶像的新闻 在各大媒体疯传 新闻的主角 正是这个20岁的四川姑娘 你不在跳吧 对 就是画了个圈 这样 手后面去 那个手后面去 等一下 然后 上前一股 然后 她这是个气 我穿了裙子 人气 却并没有让她 摆脱一个主持人和的环境 是吧 对 第一手开始 其实我觉得我人生其实蛮多转折点 就是我现在的就是状态也可能不一定是我以前想的就是跟梦想对现实是有区别的就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我不是去年高考吗我我我其实最开始转去艺术服中的时候因为艺术服中它是不会说插班生的然后我就得本来我刚念高二但是我可能会得去戒读初三然后自己考高一考进去然后我考进去 其实本来就比别人晚了两年嘛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肯定去年高考的时候我就算考的再差我也要考可是去年也是因为后来因为这边有演唱会嘛也没来的机会去高考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就是可能你想的好好的但是到了实际上的时候也不会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戴神圈 你们好 欢迎 We can do it we can do it we can do it 也能够整个N队都很好 很希望是这样 就是还是希望说 能够 每个人都能够受到启发 或者是能够激励每个人 让我们N队更好 就是很多时候 就是比如说平常我们几个人 甚至是一群人出去 然后反倒你一个人出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点慌张 你可能要跟其他的艺人 或者什么样的要合作了 然后就是要谈话方面 就是还是要加强 这么紧张 十几岁的少女 一下子成了公众人物 承受着本不属于这个年龄的压力 第一届总选举排名前十六位的成员 获得了前往韩国拍摄MV的机会 MV由斯福芝尼尔和少女时代的 御用韩国团队负责制作 服装造型则由日本AKB48的总监 亲手打造 由于粉丝的支持 让这些怀揣梦想的少女 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机会 好重 我把这个可以打开 好像那个猪装修剑 猪装修剑 在野尾拔了粗壮的狗尾拔草 我们去下马路 对希望我们今天的拍摄 就能跟这根草一样生机勃勃 充满希望 在哪里 看出来了他生机勃勃 你也红了 太可爱了 Pray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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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是傲娇的小公主 我觉得在这里面的角色 我应该也是一个小公主 只不过不是傲娇的小公主 是一个很相反的小公主 特别酷 然后灯光效果特别好 拍的人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果然 表演 一年 感觉怎么样 感觉 感觉 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挑战 刷造个鞋跳舞 感觉会有点不太稳 但是感觉大家都很努力在跳 然后笑容的话就在 有关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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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事实啊 是事实 知道为什么你现在拍我们的链线 特别大吗 因为你用的是从下往上拍 但这也不是你的错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鞋跟实在是太高了 你铺垫得好好哦 你快给鞋一个特径 快 我这样子单脚站着是不容易的 我先翻 我怎么走 儿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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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怎么样 好热 我不行了 我觉得我有必要想办法 看一下怎么把这双鞋给弄得舒服一点 整个人都不好了 你累吗 你哪里累了 你跳一遍给我看 再见 没法做朋友了 再见 谢谢 终于开玩笑 终于不用穿上康里的高练鞋了 感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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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爽 苟花 大家 一二一 ampf 加油 完美 好 綠毙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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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是如果说将来我大红大紫了 这些人就是我的第一批饭 我会永远记住他们 我会永远记住 来 来 刚刚一条 刚刚这一步行 你干嘛怎么做 一个人手往往上面一旁 我要看别人干嘛 老板行 你跟姨姨姨哥为什么这种动作不会 都不知道换拿 你这是干嘛呢 怎么想怎么会啊 最早进来的时候 我感觉可能就是想的比较简单 以为就是唱唱歌跳跳舞 看起来都很简单嘛 然后到真正到自己去学去练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唱歌还差一大截 跳舞更是还差一大截 然后就觉得要努力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OK World Time is it Come back time We are the only one Team H2 H队由第三期的招募成员 在第一届总选举之后组成 相比前两期成员的激烈竞争 他们还沉浸在能够站上梦想舞台的喜悦当中 A The only one XXX洋 不可以 不可以 紅酒 你аш后组在这儿 C2016 YouTube YES MAC SUNG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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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次想要看你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 看到自己的好朋友都在台上 然后自己不能去的时候 就是心里会有那种落差感 因为就感觉 就有一点失败的感觉 毕竟所有人都在台上 只有你一个人 就是有种落单的感觉的时候 心里还是就是最不舒服的 好 万金宝宝 万金宝宝 说您好 请多多好 我是 我是想说 我是想说那个 其实不是特别喜欢说话吧 其实人多的时候 然后我心里是很开心的 但是就是肢体上 跟心里是有时候是相反的 然后就比如说 就人多的时候会紧张 然后 刚开始的时候是紧张到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元旦的前夜 当人们都忙着和家人团聚 欢度佳节的时候 SNH48的所有女孩 却都冒着严寒 站在室外的广场上 参加跨年晚会的录制 嘿嘿嘿嘿嘿 叫你个我的眼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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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川 是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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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由于团体成员众多 感知所有的演出服装 也变成了一件 异常困难的事情 对于其中的一个姑娘 这个新年 过得并不那么顺利 小陈啊 爱恨的那两套 都带过来了吗 我不是说带两套吗 我跟桑姨说 两套全带来 要不不对称了 就一个人 一个人他站中间吧 就一个嘛 我不知道这个事 我知道他说 你这衣服穿好了 学生学生 不是H队 H队的 你那你过来的 洛洛你来你来 你先找一个H队的 先过来啊 你先过来洛洛 洛洛你先下来 洛洛你先下来 当时说的是都会有衣服 而且那套优质是新做的 然后名单上没有我 就是做衣服的名单上没有我 但是通告上的名单是有我的 所以我当时就是对这个衔接的问题 就有一点小情绪 然后就觉得是不是真的自己一点也不受不被重视 甚至连一套衣服都没有 就住了 所以他在南京的名单上 您是我的名单的 我也是 我在群里面问了 然后他说 他那个贴衣服不是按照这个名单做的 就之前已经做好的这个衣服 怎么在车上 怎么没有腰带也能吃 走走走走走 早久了她 没事儿没事儿 我以前也是个替补 我没有衣服 我都穿别人的衣服 你以前是谁的替补 我最开始是五折的替补 然后后来就是 谁不上我就替补 谁请假我就替补 一直替补到现在别人替补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不是人在成长这个过程 没事 我算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人 加上那段时间的心态问题 就是比较极端 然后就会什么事都会想 是不是自己真的不够好这种 就钻牛角尖钻到一个点 然后可能正好就是 春晚那天那套衣服把我爆发了 服装的问题很快就被解决了 但对于一名非主力成员 心里的落差就会被各种原因放大 也许接受尴尬 也是成为偶像 必须学会面对的 这个完整的部队 也许接受尴尬 是非主力成员 是非主力成员 此人的愿者 是非主力成员 你最厉害是你拍 马上就要情人节了 情人节以后我们就放假了 你千万不要放出去 我会杀了你的 不会放 那你 干嘛要拍 小孩 我要拍 四肢 不要拍 我背影 来自广东的承担后 正和其他所有成员 准备春节演出的节目 由于这场风点的特殊 平时跟对演出的所有成员 聚集义堂 其乐与人 但不久前 网络的异常人缘 却能以暗门点动 潜伏在这 安悦的气候当中 在这 安悦的异常人缘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来我们的新冠军 中华公园 现在有一个视频要播报 大家晚上好 接下来的时间 没有视频 没有视频 这里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今天是新春的那个公典 感谢各位观众和各位粉丝 在此这个新春佳节来龄之际 我请代表 SNH48对大家 两年多以来的关注和支持 表示由衷的感谢 建于整个团队 一贯的核心观 价值观出发 也为了让所有粉丝成员 获得更加公平的企业 我们在此 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对 违反成员 行为守则的成员 SNH48 Team S2的 吴哲涵 处于以下处分 吴哲涵 将不再是SNH48 Team S2的成员 并不再参与 Team S2的任何演出和训练 将降格至 4期生新队 并随新人队进行训练和表演 一旦站在舞台上 就已经是所有人的照片 祝贺吴哲涵 恭喜 恭喜 太过分了 别拍了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我也紧张 但是我碰的表情很紧张 就是 队长很多时候就需要hold住 但是可能hold得太久 有时候会心力压力会比较大 就是我也会有爆发的时候 真是他手上给你收过的 什么时候给你收过的 什么时候给你收过的 怎么了 你直接收过的 我怎么了 在四八组合里 私自与粉丝联系 被视为违反公平竞争的原则 而必须遭到严扯 即使是第一届总选举 获得第一名的吴哲涵 也无法信念 被罚入4期生新人队 你准备准备吗 给你饭 在吴哲涵被处分前不久 4期生新生第一次集完美兴 你爱你 Amy 格式 爱你爱你 告白唱现在 感动 你爱你 为我停下来 喜欢你的每一天 天天都精彩 大声说出我喜欢你餐 希望你能加倍速化 我们已经成熟 相聚在很多年 现在孔潇雨老校长了 最窄 全都最窄 知道为什么 不个男人 东北姑娘孔潇雨 却有着南方姑娘的妩媚 她也是全队为数不多的 能够演绎成熟曲风的成员 对于她的表演 其他少女们现在既羞气 少女演员怎么样 你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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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材很棒的 那个小学生 要有那个 有点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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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材好好玩 身材很好玩 身材渣温 给你什么 来 要喝手的时候 对了 身材渣温 要用鱼 你和我都沉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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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我都沉了 我一只在流鼻涕 痛苦 台前的风光 需要付出的 是台后加倍地坚心 工作到深夜才能休息 对它们早已是家常便饭 工作之后我这一天没有吃饭 终于可以把它们吃掉了好开心 好开心哦,谢谢,谢谢大家 没有谢 你吃花菜的我 好漂亮哦 耶 我还跟玄人在一起,还有阿兴在一起,开心 这次要活 要花和脸病成哦 也要比她小的那种啊 美颜相对有没有 拍了,拍白头走 嗯,好了,走了 老北的我们讲 老伟的 老伟的 早安就要上场里哦 不要紧张 老伟的 老伟的 老伟 老伟 老伟的 老伟 快点 老伟 老伟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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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十、十、十、十 此时的吴哲涵还不知道 自己即将告别身边的队友 Are you ready? 努力! 大个别kempt 大家好,我是産意士谕 的四七生乔玉玉 大家好,我是産意士谕 的四七生沙重 本当 大家好 我是S&H48 自欺生 張丹三 好 那麼希望剛剛也聽到大家的夢想 就希望大家的夢想可以在你們加入S&H48 這個大家聽眾一一實現 在新夢劇院觀看過100場公園的粉絲 就能和指定隊伍的全體成員合理 這樣的待遇也是資深粉絲的身份象徵 辛苦了 辛苦了 謝謝 加油 不請拿一拿 什麼東西 有 都算去了 都算去了 來 來你們 不要來你們了 換行車了 換行車了 現在差不多了 好 加油 也是发生了比较多的事情 那我觉得 也是应该给大家一个交代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多说什么 还是让他自己来有改变对大家 在吴哲涵被处送后不久 S队的李雨琪也违反了规定 被公开除 加油 很担心 然后 其实很害怕的 即使已经处罚了 即使我已经道歉了 然后大家也不接受我 这样子 经历了前所有的痛 我后悔自己所犯下的错误 后悔自己的患者 后悔自己不经大脑 那种爱我的人受到的伤害 我每天都在反省 你让他最严厉的 S队的队长 穆涵 和于两名队员接连受到处罚 深受打击 心理表里的时间太大了 然后队里面又接连出了很多的事情 然后外面的凤烟凤雨可能都很多 然后就一时间可能太激动了 所以我自己的话 是希望说我自己对的队员 可以在好的方面相互影响 你要知道人其实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话 是很容易被影响的 这个舞台既给了女孩们实现梦想的阶梯 也让他们懂得特首规则的重要 任何一个体系 如果没有它的机制上的公平 不能维持一个公平的话 这个东西就会崩溃 马上就会进入死亡 这是毫无疑问的 既然我们是一个可面对面的偶像 这个距离感是非常重要的 跨越了红线 对吧 那就走歪掉了 对吧 我相信大家每天付出青春付出努力 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我们的梦想实现 这样的梦想能实现吗 如果这个体系内部已经烂掉了 扶掉了 不搞任何潜规则 不搞任何来证明我们的舆论行业 也是个建筒向上的行业 不是老百姓所想的 所谓的潜规则一步黑漫 只要我是老百 绝不允许任何黑幕和潜规则存在 李毅童 今天比你生日公元 感觉会不一样吗 其实心里还挺决定的 不论没准处就变得激动 李毅童是第一届总选举的黑马 曾经连公演都没有机会上场的他 竟然在投票中获得了第六位的排名 单纯的科武能力 并不是这个组合里决定人次的唯一标准 这一天是他的生日公元 远在沈西的父母也特地赶来 对你们的加油 他来得少 我已经来了四次了 就是看到李毅童一直在进步 感到很感兴趣 这个比以前有稳健 进步 还有成熟 成熟很多 他发的很刺语 我今天非常开心 他以前好像不是这样子的 然后现在他有这种搞笑的天分 真的以前没有发现 学校啊 同学也没有发现他有这方面的天分吧 被四十八花绝了 也不知道四十八把他逼成这样子 还是什么呢 就是一直以来粉丝都说 就是我去年不是因为总选举成绩很好啊 大家都说是因为我开始写长微博翻身的这样的 是因为我写长微博的微博上 在网络上获得了大量人气和路人粉 所以才这样的 所以我在今年就开始想 要不要舍弃 也不是舍弃 就是说稍微淡化一点 这个关于段子手的印象 因为一直以来都说我是那种歌舞很废 就只是靠这个东西来起来的 但是我今年都是怎么说呢 想在剧场的表演方面更加强化一些 刚才看演出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妈妈有几次好像也被感动了 有流眼泪 就是 爸爸也是 爸爸也是啊 你们是看到什么样的段落会让你们这样感动 一个就是看他的表现 看他的表现 然后他 再一个是粉丝对他的认可 尤其那个女孩子写那封信 还有那个故事期的那种告白吧 因为我们俩很熟悉 所以我有句话就会不经过大脑 就会说得很重 有可能会伤到你 为什么 为什么你心里人都会哭哭在那边 我说到最早的礼物是第一次来剧场公演的时候 第一次就来看S队的公演的时候 说到了一个就是前面有一个人拿了一个传单 半张传单的纸 然后传单的纸 然后画了一个就很简单的写 拿中性笔 写了一个什么就是类似于梨同我会支持你的类似于这样的话 从前面战区递过来的 但是第一次收到很破的就是一个传单 不是那种人写的 就是临时看到我了 可能就想跟我说一下 然后但是要只为止留到现在 这一年自己的变化还蛮大的 然后人忘 人忘 这应该叫人忘吗 也有所增加吧 然后大家都这么努力的支持了 感觉还是挺害怕的 不是挺害怕的 就是心里肯定是有点不自信这样的害怕 对不起这样的期待 不过都到这一步了 不努力也不行了 这里有独自努力的少女 也有携手并进的战友 罗兰和赵月就是这样的一对姐妹 好棒 天哪 体内发光啊 别说话 老三本别说话好不好 老三本住嘴 天哪 老三本不要说话 还好不累 我体力超好 是吗 MC怎么下去了 不是上又成为人要上我的位子 哦 他先过十年 哦 他先过十年了 专业舞蹈出身的赵月 一直颇受粉丝的喜爱 人气的差异 也让她一直懦默地鼓励着罗兰 罗兰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有正能量的女孩 然后就是给我的感觉像那种小钢猪 小钢蛋 就是虽然个子小小的很有爆发力 很有她自己的个性 没有 在我的日本 有什么 让我tail 半个月 起来 也让你添添的天 用全全的交往 从自来自为的美 我们品牌的小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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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次 覺得自己很多時候都 就堅持不下去了 覺得自己就是沒有辦法去 抹掉那些不好的 就算再努力 也沒有用 就有時候會有這樣的想法 在我美國就是見到她的時候 可能她是每一次都是很不開心 或擔憂的時候 我就先是會過去逗她開心 然後再跟她講一些 就是一些道理 然後開導一下她 三二一 十年之後誰還記得最難的City 誰記得 誰記得 誰難以忘記畢業那天 慢慢的回憶 回憶 回憶 互相的鼓勵和幫助 互相的鼓勵和幫助 是少女們前進的最大依康 然後到後來就是有老師指導 然後不停地叫我叫我 然後自己的朋友也不停地幫助 最後能到現在這個樣子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進步的 我叫我叫你 你的方言嗎 我的方言 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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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東有我嗎 山東 山東 你們想聽什麼 我永遠都說粉絲是沒有惡意的 然後都在鼓勵我 就感覺其實出醜多了之後 然後就反而自己更能放開一點了 我很喜歡她的 來 什麼唐婉晴是吧 喜歡她 連你知道我們都猶豫了嗎 我記不住 你叫什麼 你夠了 你沒想像愛就像 我要表她 她很可愛的 她超可愛 對 但是很腹黑 你知道我永遠都記著我們有一堂表演課 就是我們有一堂表演課 你知道我們要就是像人家那種追趕的遊戲 要就是扯掉身上那種東西 然後跑步的 然後你想看她那麼柔弱一個人過來 面對著攝像跑步 這麼柔弱的一個人呢 在那裡 快點 前輩 我把它抓住了 你快點 這很秀的聲音 然後把孫瑞抓緊了 孫瑞掙脫不了 你想想看孫瑞的馬子 再想想看她的馬子 我因為在當過很多城市啊 就例如 把造型師的車子起跑啊 這種感覺 就我們都嚇得目到口呆的 她出門就拎著那個車就跑了 你知道嗎 我們嚇死了 很蠢的沒想像 最早的理想是當喜劇演員 喜劇演員是因為自己天生感覺 比較樂觀一點 所以就是想給 帶更多的歡樂給大家吧 吳哲涵決心幫助四七生更快地適應舞台 但作為曾經被仰望的一七生前輩 被處罰後的第一次見面 尷尬的心情依然難免 畢竟這位前輩比有些四七生更加年輕 僅僅是一個十九歲的孩子 去的那天晚上 就是 就想了很多 就是怕過去他們會說 哎呀你一個犯錯的人來我們對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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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 我們跟著一七生同加南 總經典子 她將 進入了你們四七生更快 為大家一起 排練 和訓練 包括以後的外遊演出 對吧 站在二線 還是原來那邊線啊 是啊 原來那邊線 所以我還是給你們排一下吧 我明白什麼人的意思 排練的時候她們並沒有這個樣子 就看到我在後面 不開心或者有點想哭 然後就會 跟我說沒關係的加油 二伙城就占你们的圆 不要管其他人 就占你们的圆中间 不然光是打不到你们的 你们再往前站光打不到了 就是黑夜 李雨琪也成为了 新成员的舞蹈助教 两名受到处罚的成员 仿佛都从跌倒中 获得了更大的动力 这他们怎么做啊 他们腿都会这样啊 他们不会对我有一些别的看法吧 就像朋友一样其实 就是觉得他们很可爱 就会跟我开开玩笑啊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暖心 对 笑了一下 我想怎么有姓沈呢 我不知道 我们都会忘记掉什么啊 哎呀 哎呀 对啊 对啊 affinityız 先市场 尊敬 好好 尊敬 恩 诚哥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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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方法老师的 中文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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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进X队的时候 其实也有一点小小的难过 因为一七声是 已经跳过K4的人 然后K4对于我们来说 是记忆最深刻的一场公演 也是 故事最多的一场公演 四七声的首演之后 又一群新的女孩怀揣着梦想 站上了希望的舞台 就像曾经的一七声一样 在四七声的队伍里 吴哲涵 遇到了当年的自己 传说中的通天神塔 最终由于人心的隔阂 半途而废 而少女们的梦想巨塔 在经历了风雨之后 却蒸蒸日上 结局如何 只是说我可能 会比别人先经历一些东西 其实这样也算是好 就是如果认定了一条路 我会一直走下去 与其去担心怀疑自己 还不如直接去把它做好 何必要成功 你犯了一个错 别人可能会因为你的错 而否定你的全部 但是你只要不放弃的话 还是会看到不一样的明天的 还是会看到不一样的明天的 不要指 count 不要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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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ter石云 你bread細云 可以 fields 又一次的人气总选举将揭晓排名 少女们的命运又将再一次被改写 但永远不变的 是为了梦想坚持的初心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再次的杨维基 大家好 只是一瞬间 等一下 等一下 对不起 等一下 好 Roll 我要请 取经营感情 大家好,我在休息一下 每个相遇都有彼此存在的影 后的每一分钟 一半钟到值得去明镜 太多的快乐也不能再让人 반回 chocolate 决定 跟你勇气地 不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同志不必 在人海里 神传的原谤 静静飘起 不再胆窃享受生命 要陪你同行 不只是随风行遇歧 沿途风景 蔫滨字样甜蜜 就算末日降临 也保护你是我对承诺的约定 要给你一条不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相信彼此是最美好回忆 路在脚底 坎坷不平 需要你我携手同情 要给你微笑不只是随口心一提 用尽全力抹下美丽风景 不必再多过虑 幸运无比 小小的心装满了你 不必再多过虑 幸运无比